今天咪兔事件燃燒劇演藝圈 多名藝人都被爆出醜聞 其中包括許捷輝、佑聖以及黃子嬌 也人注意的是曾與佑聖合作戲劇的隨堂 20日也在IG限動發表自己對於該事件的看法 文童提到咪兔的本質是什麼 是達到對於成俄的補償作用 而每個受害者需要的也都可以不同 可以是真誠的道歉、是實質補償 或加害者應得知刑罰 甚至只是發洩,不要限制 在這個加害者,猶如下水道蟑螂一般 無所不在,真實世界 想好起來很勇敢,而勇氣很珍貴 在街址上讓我們作詞 好,又是怎樣? 是在這個位置 可以讓我們 dialog一點嗎?